英国知名创作歌手洪法艾德 近期遭传奇歌手马文盖伊的女儿 指控抄袭了父亲的作品而吃上了官司 洪法艾德在法庭上自弹自唱了该首歌立正清白 表明这首歌是受到自己的祖父母 以及一段新的恋爱关系所启发后 在家里与朋友一同创作的 其实早在2017年歌曲的联合创作者家族 就曾控诉洪法艾德抄袭 但是官司不成立 之后相关著作权被卖给了资产管理公司 如今法院判决出儒 认为这首歌是独立创作 没有抄袭的嫌疑 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他开心的与律师拥抱表达感谢 随后在庭外发表声明称 很高兴自己的歌手生涯 还能继续 但同时对于毫无根据的指控感到很沮丧 如果今天判决的结果令人失望 那所有的作曲家都要说再见了 跟霸气宣称 永远不当谁都可以咬下唇前筒 获得歌迷们的热烈支持